第九区和第十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982年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停滞在约翰内斯堡的上空 整整三个月过去没有动静 为了看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人类还是去开了舱门 打开之后没想到飞船当中的是 充满了饥饿与疾病的一种类似大虾的外星人 数量足足有180万只 为了对他们进行安置 特意在飞船的下方划分了一个区域出来 把它取名为第九区 而且用围墙与人类的世界分隔开来 还做了很多标签 里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简陋的棚屋构成的非常破旧 变相来说像是一个平民区 充斥着脏乱岔 大虾本身就是非常低至上的物种 除了极少数的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无厘头 然而在与人类有交集的地方 他们肆意搞破坏 可以说对人类的世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因此带来了比较多的投诉 那怎么去安置大虾一时间成了问题 MNU挺身而出 发起了一场搬迁大虾 让他们远离人类社会的计划 新规划出来的一个区域叫做第十区 距离约翰内斯堡有200公里 由于人类社会的资源有限 再加上这又是一种低端有害的生物 所以只会以更加简陋的条件来对待它们 第九区相当于平民区 那么到了第十区可以看到 连简陋的木房子都没有 全部换成了白色的帐篷 大虾居住的环境更小 所谓的第十区就是一个集中营 这便是它和第九区的区别 具体的会差到什么程度 只能等待续集第十区的上映 很多小伙伴说 可能这辈子也看不到了 小伙伴资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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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访ári человrim系列 一